入坠豪门的男星都过得如何? 第一位刘德华 老婆朱丽倩家族资产高达千亿 两人当初拍拖二十多年才结婚 如今刘德华和妻子共同孕育一女 第二位周润发 老婆陈慧莲是新加坡首富的女儿 婚后妻子更是做起了嫌内住 不仅担任了她的翻译还做起了经纪人 两人出现矛盾时无论谁对谁错 八哥都会主动认错两人十分恩爱 第三位吴建豪 老婆家族是从事石油开采 然而婚后一年便传出两人分居的消息 双方在网上互相谩骂诋毁 最终结束了这段荒唐的婚姻 第四位吴彦祖 老婆丽莎家庭环境十分优越 现在两人结婚多年家庭依旧幸福美满 吴彦祖简直是人生赢家 第五位于文乐 老婆王唐云家族生意 年收入高达12亿 后因王唐云家族企业破产券厂商巨战 于文乐破云无奈 只能变卖房产帮忙还战 必恋未持重锐 老婆是中国首富陈丽华 婚后两人参加节目时 对老婆和妓子当众无视 第七位王志文 老婆陈坚红 是兰博基尼中华区执行董事 两人在08年结婚并有一子 如今王志文依旧活跃在娱乐圈中 你认为谁最幸福呢